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二氧化碳的用途 第一個用途是拿來滅火 二氧化碳比空氣重會沉下去 二氧化碳不可燃不助燃 所以呢它可以蓋下去隔絕助燃物 然后达到滅火的效果 我们有个酸碱滅火器 是我小时候的用的滅火器 它是浓硫酸加碳酸氢钠 然后产生二氧化碳 这个滅火器目前已经绝种了 因为它不好用 它很重 使用材料倒过来才能喷出去 很麻烦 所以现在绝种了 泡泡滅火器平常看不见 那里面是硫酸碳酸氢钠 也是让它产生二氧化碳 还有一个目前你在校园 你看到干粉滅火器 我们教你的干粉滅火器是 氮气加碳酸氢钠 实际上你现在买到的 干粉滅火器都不是碳酸氢钠 你就甭管它了 反正考试就给我写碳酸氢钠 它就是要利用氮气 把碳酸氢钠喷进火场 然后受热飞 你还没有讲过吗 它会受热飞产生二氧化碳 然后达到滅火的效果 所以用途之一 就是拿来滅火 滅火 用途之后就保鲜 干冰很冷 所以冷冻保鲜 远洋渔船利用干冰保鲜 保鲜 娱乐 我们前面教过了 干冰可以制造舞台效果 烟雾弥漫 对不对 怎么制造的 干冰会升华 升华会吸热 吸热温度会降低 空气的水就会 水气就凝结成小水滴 所以我们说考试的重点是要记住 那个烟雾不是二氧化碳 那个烟雾是小水滴 空气的水气所凝结的小水滴 但是它是由干冰制造出来的 烟雾效果 娱乐用途 防汗 做人造雨 学测有一次有出过人造雨 他就给你写一大副 你看完就会了 所以你也不用懂 反正它就是可以弄到天上 想办法让它能够凝结 它制造人造雨 看一下就可以了 清涼饮料 我们利用高压 我们前面讲过 水气体要怎样才容易容易水 要低温 要高压 我让它高压融在里面 然后呢 饮用的时候 气体就会受热就跑出来 就把热吸走带走 然后喷出来 你就感生一股清凉感 清凉感 OK 下面这个问题 我刚刚才报过答案 要让气体溶于水需要怎么做 我刚刚又再讲了一遍 应该没有问题就会了 帅哥 十六 二六 起立 怎样 请坐 要融于水 要低温 高压 那你打开那个瓶盖 打开那个 打开 气就跑出来了 它跑出来的原因是什么 是什么东西改变了 所以它就跑出来了 它怎么跑出来了 它就跑出来了 为什么它就跑出来了 应该要换个女生了吧 有女生吗 明白有十六号吗 没有 没有十六号 三号 不是三号 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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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师大人 压力怎样 变下变大 变小 您坐 因为压力变小了 最后一个就是烘焙 我们未来也会再教到它 有个发粉 面包很蓬松 里面有个洞个洞个洞 一个洞个洞里面就装满 就是二氧化碳 让它变得蓬松 比较松软可口好吃 就是这样子 这我们未来下一个机会再提到它一次 做它的用途 请各位记一下 看一看 了解一下 它的状况就可以了 最后是要跟你讲 全球暖化 二氧化碳跟甲烷 还有别的东西 我们以后会提 它会吸收来自地面的红外线 这个效果类似 然后就开始吸很多的热 放很多的热来加热地球 这个效果类似原因的温室 我们就把它叫做温室效益 温室效益 我们未来在地科的时候 会跟你强调这有哪些的重点 谁会吸收 吸收什么东西 产生什么效果 现在已经告诉你了 吸收来自地面的红外线 红外线以后才会交到 现在先看一下就好了 然后呢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有人类以前就有二氧化碳 所以有人类以前就有温室效益 温室效益不是问题 事实上地球靠着温室效益才有适当的温度让生物生存 但是现在问题是人类使用了大量的 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 工业革命之后 大量使用化石燃料 产生了太多的二氧化碳 空气就太多 就吸太多的热 放太多的热 就使地球越来越热 叫做全球暖化 暖化的结果 国中生基本上只交这个结果 就是冰山会融化 海鱼面会上升 海鱼面会上升 然后就会把一些地的地方都淹没掉 就是全球暖化的状况 好 所以我们有一个京都议定书 要来防止这件事情 要来恶这件事情 第一课的时候会教你 这个议定书已经没有用了 因为它当初规范只规范到2012年 那已经多少 2014年 现在已经超级 已经过期了 已经过期了 然后应该在今年 应该会有新的协议会出来 到时候再说 所以就知道就可以了 那这些内容 我们在三年级的地球科学 都会再上一次 再上一次 以上就请你把它的一些用途 跟它一些暖化的状况 稍微看一下 记一下就可以了 OK